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 25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适应预防惩治刑贿等犯罪的实践需要 委员长会议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 刑法修正案12草案的议案 草案围绕党中央反腐败和依法保护 民营企业的大政方针 更加注重统筹发挥好刑法的规范保障 引领推动作用 坚持问题导向 聚焦实践中的突出问题 增强修法针对性 坚持系统观念 法治思维 精准把握惩治对象和行为 草案就行贿和民营企业内部人员 腐败相关犯罪规定做了进一步完善 受委员长会议委托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主任 沈春耀做了说明 会议还审议了任免案 第一次全体会议后 举行分组会议 25号下午 赵乐际委员长主持召开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9次委员长会议 审议有关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了汇报 委员长会议后举行闭幕会 会议经表决 决定免去秦刚兼任的外交部部长职务 任命王毅为外交部部长 免去易刚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务 任命潘功胜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闭幕会后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一事